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是有其意义作用的 人们常常将黑暗看作光明的对立面 无法认识到它是改变与成长的驱动力 总是将其看作囚禁你 是你人生中的绊脚石或陷阱 深陷黑暗陷阱中的你 仿佛与光明失去了连结 然而,光明与黑暗 它们属于彼此,是彼此的驱动力 光明与黑暗看起来仿佛是对立的两极 它们所唤起的感受,似乎也是对立的 然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神秘的连结 它们相互依赖,缺一不可 如同中国道家哲学的阴阳太极图表达的 没有黑暗的体验做对比 也就不可能真正体验光 对立的力量,创造了活力与生命力 导致生命的运动,成长与变化 抑郁的形成过程 抑郁,我指的是那种不再有任何感受 拒绝生命,心如死灰的状态 从灵魂的角度来看 对一切都毫无兴趣的心境就是死亡 死亡的唯一方式并不是肉身的灭亡 而是心,感受与精神都停止运动,变成一潭死水 物理意义上的死亡并不存在 你们的灵魂亘古永存 所有承住坏空的,都只是形象 你的本体,或者说核心本质则是永恒的 不会灭亡 然而,你可能会在此时 暂时看不到自己的核心本质 并因此于内在变得僵化 凝制,停止运动 可以说,你于内在层面上已经死亡 陷入了极度抑郁的状况 这是一种异常痛苦的存在状态 现在,让我们一起沉入这种情境 并以开放的心态进行探索与觉察 重新认识 当一个人失去了一切希望 缩入厚厚的简里 再也无力承受任何感受或情绪 这是怎样一个过程 一般来说 首先是某些外在事件使其失衡 那些令人无法理解与接受 使人失去确信 以及彻底颠覆生活的事件 比如亲人离世 疾病缠身 失去工作或亲密关系破裂等 这些事件可能对人们产生深重的影响 甚至将人推至深渊的边缘 另一种情况是 黑暗的情绪会在没有外在刺激的情况下 自内向外的蔓延 折居在灵魂记忆中的情绪创伤 重新浮出水面 前世的痛苦经历 从内在深处悄悄地探出头来 恐惧与犹豫等黑暗的感受 逐渐占据你的心田 悲痛 寂寞与绝望 貌似没有任何缘由 就在你心中徘徊 它们和那些外在世间一样 都有可能使你失去平衡 一个人陷入抑郁 进入灵魂暗夜之前 总会有一个阶段 他再也承受不住涌向自己的情绪波涛 觉得这一痛苦 沉重的情绪滞留过于猛烈 会将自己吞没 并因此带着深深的无力感 将自己封闭起来 一旦这个人开始拒绝与逃避情绪 就陷入了困境 这些情绪想要流动 流动是情绪的本性 它们希望能够像海浪一样 自由地冲上海岸 可是 你不允许它们那样做 并拒绝与它们同在 你藉由拒绝 来保护自己 免受情绪之波的冲击 因为你认为自己会被其吞噬 深感无力的你 在自己周围 逐渐起一道道堤坝 躲进不愿 也不能去感受的后检中 你往往出于无力感 才决定将情绪拒至门外 然而这恰恰导致了抑郁 陷入抑郁之时 激烈的抵抗与极度的脆弱交织在一起 你根本不想去面对 就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进沙中 沙力虽使你窒息 但你觉得这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久而久之 你再也无法从沙中抬起头来 然后 在某一时刻 你彻底与感受隔绝 与生命隔绝 却无力走出这一情境 人生的转折点 抵达抑郁的谷底 接纳滋身情绪 这一选择 仿佛离你如此遥远 此时 你的抑郁便抵达了最低谷 一方面 你无法接纳或与他人分享自己这些恐惧 绝望 忧伤与寂寞的情绪 另一方面 你知道也深深地体会到 如行师走肉般麻木的生活 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痛 直至你再也无法承受这一切 甚至不想继续活下去 以人类的目光看 你想死掉 因为你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而从灵魂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种死亡 是对自己那充满生命活力的本质核心的彻底否定 灵魂认为你已经死了 并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这一死态 因此想要不惜一切代价 结束这种状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重新燃起了想要去感受的希望 麻木无知觉的痛苦超过了感受之痛 这便是你获救的时刻 是你人生的转折点 这种拒绝的心态 我不能这样 我不要这样 我想离开 我想死掉 我想立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最终将你掏空 你再也无法继续承受下去 从灵魂的视角来看 从这一刻起 生命的力量开始变得强大 长期以来的压抑 使得反作用力日益增强 并终将爆发 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上岸来 任何堤坝都无法阻挡 在某一时刻 你的内在自会出现对生命说事的力量 即使你并未刻意这样做一如此 生命永远不会止息 对生命的渴望更是无法遏制的 一旦抵达抑郁的谷底 你就会创造能够为你带来转变的机遇与事件 以获得突破 有时 自杀行为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从本质上讲 对死亡的渴望 其实是对改变的渴望 是对重新走入生活的渴望 那些想要自杀的人 于内心深处渴望的是生命 而不是死亡 正是内在层面上的死亡 或者说心死 将他们推向极度绝望的深渊 对生的渴望 导致了他们试图结束自己肉身生命的行为 一个人出于深度的绝望 试图以这种方式迫使改变发生 如果这一尝试失败的话 可能会因此出现一个正向循环 周遭的人终于借此认识到 这个人所承受的痛苦与折磨 而当这个人看到身边的人 是多么关心自己时 便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光 对他人的理解与同情 持接纳的态度 当然 也可能这个人依然不肯敞开心扉 继续抑郁下去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突破模式并不存在 尽管如此 生命本身的推动力 使人根本无法永远禁止在某一意识状态下 停滞不前 此外 如果一个人真的通过自杀 结束了这一世的肉身生活 他一来到彼岸 就立刻面临新的抉择 在那里 他也将面对于体验各种各样的感受 忧伤 痛苦与恐惧 甚至会变得更加清晰 更加毫无遮拦地呈现在其面前 有时 这个人死后刚刚抵达星光界 就得立刻直面自己当初百般压抑的那些感受与情绪 并可能恰恰因此而重燃生命的希望 比如 当一个人来到星光界后 发现生命其实并未终结 可能会因此而感到绝望与迷惑 疑惑 当他看到留在世间的亲友们的情绪 看到他们的悲痛与哀伤 会因此深受触动 深深的感动 可能会重新唤起 这一来到彼岸的灵魂 对生命的渴望 这可能会导致某种突破 该灵魂因此愿意接受那些一直陪伴他的指导灵 无论在人间还是天国 这些指导灵都一直陪伴着他 提供帮助 只要一个人愿意接受 就总能获得帮助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 生命都比任何求死的愿望更加强大 生命总会重获 本就属于他的权利 你根本无法杀死生命 也因此 希望永住 请对自己保持希望 也对那些正在承受磨难的人保持希望 即使前途看起来异常渺茫 希望依然在 纵然你的头脑根本想不出如何才能柳暗花明 亦如此 生命永远比死亡更强大 光明总能战胜黑暗 水流终将冲破堤坝 因为它在流动 在推动 它奔腾不息 水的力量 总能胜过那些 试图阻挡它的力量 你就是那奔腾不息的河流 现在 感受一下你内在的生命推动力 你们每个人都曾经遭遇困境 也时时面临着不断重复的旧有模式 比如 缺乏自信 怀疑自己的能力 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还有绝望 愤怒 抗拒与不安全感到 让我们一起来观想一下 这些困扰犹在 生命的能量从中缓缓流过 尽管和中大大小小的岩石 看上去既坚实又稳固 但河水依然团团流动 岩石却在流水的冲刷与模石下 逐渐变小 这一过程需要时间 不过不要忘了你是谁 你是那奔腾不息的河流 你对此的觉察越深 就越能够从河中岩石里抽出自己的能量 它们已经在那里了 你确实邪有就痛 你无需刻意去大事化了 把它们当作微不足道的事 不过 你也不需要竭尽全力将这些岩石搬出河流 你唯一需要做的只是 觉知你就是那充满生命活力的河流 或许你会觉得这很难 因为你在一定程度上已和中时 你能量上的堵塞 来定义自己 我无法根植地球 在地球上没有归家感 我携带着源自过去的忧伤 甚至是创伤 你说的这一切确实都是事实 然而 请将这些看作一条宽广辽阔 气势磅礴的大河中的岩石 这条河才是真正的你 代表着你的生命力 你的灵魂如千流不息的河水 蜿蜒流淌 行走在探索之旅上 这一生命之流 对它所遭遇的岩石 没有任何评判 而是将它们耐入怀中 用清澈的水流冲刷它们 你并非没有选择的权利 当然 有时你的意识会被诸如此类的岩石羁绊 并在其中停留过久 然而 你也确实能够放下它们 能够将自己的意识 带入那流动的河水之中 并认识到自己是赋予生命活力的意识觉知 知道自己一直都处于运动与流动之中 并未被这些岩石禁锢 你是自由的 随着你逐渐将自己的意识觉知 从这些障碍上一开 这些河中时便会更容易地沉浮于水流 你放下了它们 且将自己看作滩流不息的河流 因此它们反而更容易被击碎 这一河流就是你的灵魂 你无法将其紧紧地抓在手中不放 请感受一下 它正在流动 在运动 在溅出欢快的水化 观想它正流经你 气势磅礴 波光淋漓 再感受一下 你的灵魂并不因为你所遭遇的黑暗 那些看起来异常坚固的岩石而感到困扰 它们本属于你的探索之路 是远远风景的一部分 当你觉得自己正受困于诸如此类的岩石时 请试着聆听那潺潺的流水声 想一想那河水 它能够如此轻松地流动 你无需势必轻功地去做所有的事情 生命自会赋予你各种机遇 有时 它会将深谷带到你的面前 但它也会自然而然将你从谷中推出 纵然你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也不知该如何去做 但生命依然会推你向前 关键在于保持信任 即使在你觉得无可信任 仿佛生活中 已没有任何保障的时候 亦如此 要信任生命 发生在过渡时期的灵魂暗夜 这一时期 世界上许多人都正在面对 与疗愈就有的黑暗面向 灵魂的这些面向纷纷浮出水面 希望能够得到关注与疗愈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正在大踏步向前跨越 这是人类意识进化上的飞跃 不去面对你意识中的黑暗面向 那些累世之恐惧 不信任及悲伤 是无法实现这一飞跃的 不要害怕 请以开放之心 拥抱这些黑暗面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